HELLO 大家好 我是SKY 今天要帶大家到宜蘭來個親子一日遊 好 那我們的第一站呢 要帶大家到哪裡 要到金車生計水塵養殖研發中心 其實這個點呢還蠻久的 只是說呢 它最近有重新改裝過啊 所以新增了這一個超漂亮超多的一個 免費的生態水塵館 那小朋友可以在這邊看到好多種的一個NEMO 然後小丑魚 那可以滿足小朋友很多的好奇心 那我覺得它這裡面最強還有一個地方啊 就是它還有超大的用餐區 就算夏天的假日來這裡 基本上都不太會客滿 那最厲害的是後面的戶外的養殖區 那我覺得你看到這個超大的養殖 那這個區 你看這區是餵食區 你可以預約上午跟下午的餵食的時間體驗 但是呢 這個體驗的人數是有限制的 所以你想要玩 你可能要早點來 不然你可能變成早上來預約下午 OK 那你也可以走上這個透明的玻璃的步道 然後從上面去俯瞰裡面的一個超大隻的烘魚啊 然後還有像是豆腐沙 那你就可以想像到小朋友在這邊會有多開心了 而且光這個點就可以停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那我建議各位 你一定要花個250塊去買個現場帶足的蝦子來吃 因為真的很多好吃 OK 那第二站呢 我們帶大家到假鳥園 OK 那假鳥園呢 其實它的重點不是那個鳥啦 那重點是它的鴨子 那各位剛剛看到那個是親子的室內吸水區 夏天來的時候啊 那你都可以這邊玩水 可以待很久 然後它鴨子呢 它以前你有看過這麼漂亮的鴨寮嗎 其實是沒有的 那這個是因為呢 他們有做一個轉型 那他們是這個養鴨的人家他們其實是養在五十幾年了 然後為了養出一群不怕群有感的健康鴨子啊 所以他們也做了這樣一個 重新打造一個養鴨的一個空間跟環境 那如果你來這裡呢 其實鴨子有分很多種 像什麼肉鴨啊 專門生蛋的鴨啦 還是北京鴨啦 那你也可以花一點小錢 讓小朋友在這邊體驗一下 餵鴨子的一個樂趣 SKY只是把Gopro靠近一點 小的鴨子就一直靠拐槍要吃了 那如果你平日來想要吃一些 押賞麵啊 或是相關的吃的東西 請你一定要先預約 那在這邊你也可以有個DIY體驗 有三種 好像馬賽克 杯墊或是環保蛋 第三站呢 我們就帶大家到龍潭湖 其實龍潭湖大家應該已經不陌生了 那尤其是他的那個晚工溜滑梯 應該是這三四年其實大家都很瘋的業 但是他一直有個缺點就是 他周邊其實是不好停車的 那現在呢 下一個景點 其實那邊你可以到那邊停車再過來這裡玩 那這裡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太陽很大 所以請各位自備 水 還有防曬工具 還有記得除上 防曬油 不然你可能會一個一半天下來大概就可以了 OK 那 隔壁呢 剛好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最新的一個 龍潭湖判憂火園區 那這個園區呢其實是蠻特別的 那 那這個園區是常跟醫療團隊研發的去打造的 然後他們把他們臨床研究的一些經驗 然後結合去 製作一些所謂的健康食品 日用品 化妝品 然後去打造這個品牌 那裡面也有世界冠軍 咖啡豆的沖泡 等於說你來這裡你可以免費的 吹冷氣 然後到裡面去體驗 然後去喝個咖啡 那在咖啡廳的部分的話 它 有一個三層樓的貨櫃 你可以走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從高空撫合 看整一個龍潭湖 好 所以 如果你來到這邊玩玩工具滑梯 千萬別錯過了到裡面去走一走 然後 喝個下午茶 休息一下 那因為正中午真的很熱 你可能要不斷不斷的補水 不然你可能動不一條 OK 那 離開這邊之後 我們要帶大家到宜蘭的秘境 那這個秘境在哪邊呢 這個秘境在壯圍 就是壯圍的狼後社區 那其實這是當時是 藝術家在這邊打造了一個 海景蕩秋千 然後就因此一起爆紅 所以很多網美都會來到這邊 來拍照打卡 甚至有 但小朋友來這邊 海邊玩水也非常的適合 當各位來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 當秋千裡面有人在拍照 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平日真的 沒什麼冷 那大家可以先去前面 踩踩水拍拍照 再回來當秋千去玩 或者拍照 OK 那 到這邊之後呢 各位 在走這個防波體的時候呢 這些消波塊 你一定要小心 因為 月外面呢它都有長上青苔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呢 不要走到青苔上面 會比較滑一點 那如果你要打算來這邊 我會建議你直接穿拖鞋來 就可以直接下去踩水 不過 這裡有點可惜是 它附近沒有一些更衣 冠起 沖洗的設施 所以各位 就要自帶水來這邊 沖洗比較適合 那在旁邊呢 就是 去年才開的 狀為沙丘 服務園區 那 這個園區 面積有4.8公頃 是宜蘭的一個新景點 那園區是由 建築師 黃新遠 以空出谷地 看見沙丘為核心的一個設計概念 然後 融合宜蘭地景 自然元素呈現沙丘地景風貌 還有 沙穴建築空間的營造 那 其實在 JSKY我還蠻喜歡它那一種 以清水模去打造的 質感 在當時開的時候呢 就很多網美啊 不顧那個危險 就跑到它的 屋頂上面去拍 那種懸空照 那後來也因此這樣 在外圍又加裝了一些安全的措施 所以各位就不太容易上去了 然後 沙丘展覽館裡面是 由蔡明亮導演 以沙丘意向為核心 策劃六大主題 那 再呈現 像是 爐沙 防風鈴 水 布景的裝置 讓民眾在 服務中心都可以感受到自然的部分 這裡的正上方就是之前網紅很夯 薄命的拍攝景點 建立大家真的真的不要上去 小命比較重要 OK 那再抬頭看一下呢 這些就是以清水模建築去打造的一些空間設計感 實在還蠻喜歡這樣的一個 建築設計的風格 好那 那 逛了這麼多景點 我們要帶大家到第七站 十具咖啡 這個點真的真的非常讓我難以想像 竟然在平日下午是客滿 還讓Sky在外面等了半個小時 那我要告訴各位一個小技巧呢 你不要乖傻在外面等 你一定要在裡面等 老闆看到你 才會幫你安排就位 招牌呢 是水果千層 因為它的 千層其實本身很濃郁 所以再搭配水果裡面 本身附的醬汁去中和 反而讓整個味道再提升 所以我建議大家 有機會早點來 不然你應該是買不到 好因為數量有限 最後如果你喜歡Sky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Sky的Youtube Blog和IG 謝謝大家 掰掰